经过这个空心菜门事件之后呢 大家知道空心菜有三种 一种是种在水里的这样子 这个价值是100块 不是20块 因为它是五株凑在一起的一个大盆 那张瑞雄议员在花博馆所发现的 这个一株 这个也是一盆20块 但是它有连盆子 连上面涨的这个植栽 它要长相要长多高 长多宽 这是有规定的 要维护这个长相 要维护一整年 虽然花博只有半年 但是呢在半年之前 花博开幕的半年之前 就要把植栽放在这里 然后呢让它在开幕的时候 都已经设定好 我们大家会来看这个花农 是怎么处理这些植栽 那当然最夸张的 还有超市的这一株 所以空心菜有三种 这个热炒的这一种 跟在花博现场所发现的 这个盆栽类的空心菜 是不一样 所以价值是应该要这样子的讨论 所以并不是说 这个空心菜有艺术价值 因为现在呢 很多民进党的市议员 把他混淆说 理事政府是说 这个空心菜有艺术价值 所以设计费在里面 所以需要20块 其实不需要设计费 空心菜怎么涨 它会自己涨 也没办法设计它怎么涨 这个就是空心菜的材料费 那有观众会问说 那空心菜的材料费 为什么这么贵 因为种子撒下去 空心菜就涨出来了嘛 好像不需要 种子应该也不需要用到20块 可能是有浪费 如果是这个状况我们回到花农 因为昨天呢 庄瑞雄有说花农怎么会种菜 所以这个花农一定是胡说八道 其实我们这个倒是叫做种菜 还是叫做盆栽 我问一下这个理事长 从景观工程来看 把菜种在盆子里 这样子要维护它的长相 这到底叫做种菜 还是叫做种花 都一样 我觉得都是一样是种 只不过种在不同的地方而已 对它是用盆栽的方式去维护它 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刚刚讲的说宽度要那个20的话 一般它是刚种下去的是一只 然后你一定要去剪 让它长侧芽 侧芽出来 长出来以后 它才会有长到20的宽幅 才有可能性就对 要不然它就是只有一根上来 所以种成规格所需要 是需要一些技术的 不是我们一般民众拿回家 要时间 你要说要经过几次的修剪 让它宽幅才会达到那个宽幅 你看这个花农 要处理这一株的空心菜盆栽 它要花多少时间 我们根据这个花农江先生说的 空心菜成长日志 来看他怎么照顾这盆空心菜的 他说在营造商取得标案之后 就发包给他 那他知道要长成这样子规格的空心菜的时间 大概要40到60天 于是呢 在40到60天前 最久可能要两个月 就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他就要先种 种完之后 原艺业者 其实这个江先生是原艺业者 他把菜发包给他下游的这个花农去种 然后呢 他就要验收 他验收完之后 他还要装箱 上车送到台北的花博展场 那这个整个时间需要大概一天左右 那到了台北展场之后呢 他还要去布置这个水道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花博 的这个空心菜水耕 是在一个水道 他就布置他 把这一个空心菜放进去 那他说从前面 这些时间 包括他种 验收 装箱 上车 布置水道 前面已经花了5个月了 他已经要先花5个月的时间 才能抵达台北 所以前面都是他在彰化工作时间 然后呢验收后 到了台北验收后 他要维护他6个月 到现在为止 这个空心菜是还没有验收 那因为快接近开幕的时候 才验收嘛 验收之后 要保证他活6个月 所以他长达 一年的时间 都要管这颗空心菜的死活 那说这颗空心菜 20块贵不贵 那他也说 好吧大家不相信 觉得他们有A钱 所以这个太贵了 有A钱 他把成本结构分析给大家看 这个理事长也帮忙看一下 他的这个成本结构的分析 合不合理喔 他呢说花农 这20块以后 花农总共拿多少钱 花农可以拿到11块 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生意 我们刚刚讲了 这个总价只有500块 这500块里头呢 总价他是1株可以拿11块嘛 所以500块里头25株 所以他应该可以拿 这个200多块 花农 其实拿到其中20块的11块 其实对花农来讲 比例的分配上 我觉得对花农来讲是 是有利的啦 因为他给花农最贵 然后呢 中盘商给这个园艺业者 应该要是16到17块 但是为了花博 所以而且就是 因为他有配其他45种 都是他负责的 所以他给他只收了12块到13块 也就是说这个园艺业者 他只收了1块到2块 的这个手续费 就中盘商的部分 只多了1块到2块 这是1株 我还是要讲只有25株 所以还不够赚了25块 那这个铁架的装箱费 他算2块 运费算2块 从彰化到台北算2块 那这个厂管按图师座费 是2块 保活维护费是2到3块 这也太便宜了 他要保活他6个月 这一株要保活他6个月之 2块到3块 所以一个月是5毛钱 0.5元 然后呢 他的利润 TOTALLY他认为他应该要有1块到2块 很微薄的利润 所以他认为应该要这样 所以他认为成本是21到24块 但是最后的存包价只有20块 表示说他所希望这微薄的利润 1块到2块他也没拿到 这个成本结构分析 理事长觉得合理吗 合理 所以你们当时 为什么给人家订20块 让他连1块到2块的利润 都没拿到 其实我们当初订的价钱 没有包括蔬菜 没有包括蔬菜 我们当初订的是 这些那个花卉跟植栽 那我们当初也是 认为这个东西 是国际的博览会 他要求的品质一定比较高 那我们也有相当的很多的 那个品质的要求 规格的要求 那我们当初就建议 那个市政府 要把这个单价一定要提高 最少一倍 因为现在的公园处的那个标价 他现在大概都7块钱了 我们只是再来讲 但是实际上 这个到那个 那个苗圃商那边去跟他买的时候 大概就要6块钱 所以这个东间 实际上讲是 很多都是因为 竞标的结果才 杀到那么低 以前我记得 大概如果说十几年前 大概一颗草花的话 可以倒到二三十块 二三十块 那最近就是 这几年一直就是说 这个竞争 比较激烈 所以我们就一直怕说 如果是用那种竞争的单价 去给他做承染单价的话 那势必会影响我们这个品质 所以我们当初是有建议把它提升 这个盆栽 不管你种什么 差不多都是要这个成本 不管你种的叫做空心菜 还是你种的是一个 什么小竹籍 可能都差不多 苗的价钱不多 菜是比花是便宜一点 但是也便宜不了多少钱 大概便宜个两块左右 两三块 顶多是这样 那菜比较好 贵的是在 贵的是在后面这些东西 你就说这些运输保活等等 其实我看他有写保活养父 保是说 这个保证要活 六个月的展期他都要负责 那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实在是太低了 这个价格太低了 我就想一个很简单的 万一他死掉了怎么办 要来换 要补一株 你知道吗 他为了这25株 他是怎么样 其实我们只赚25株 我们说这是500块的生意 那他到底赚多少 其实他要种40到50株 他要先种这等 因为要两个月才能长成这样 他如果没有先种 突然他死了 他难道两个月以后才来补吗 不可能让那个花在那里空两个月 所以呢 虽然只要25株 原厂只要25株 但是他要多种15到25株 所以你说他一盆20块 基本上对他的成本来讲 他是 他其实只有10块 你只能用10块来计算 因为他多种了那25株 花博结束了 他把他拿来炒来吃一吃 可能太老了吧 所以对花农来讲 你说他这样子 实在是把价格报高 叫做单价灌水 公平吗 董豪 我在看的事情是这样子 因为大概 不会有人为了500块 去做这个生意 所以他一定有关 有关蔬菜这块 他有45种 蔬菜这块 这整个是一个统包的 然后所有的这个 下游的菜农 在对这个统包商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挑毛病的话 就是说那我应该看整个统包 到底是个怎么状况 因为这里面的运费是 不同的下游的菜农 各自分担 还是他是集合到一个定点 比如说都在彰化 再由这统包商送上来 可是整个来讲 我目前来看起来 你这个事情来讲 就是那个好团队 你自己要把它讲清楚 因为这个案子 到目前为止这个金额 不容易作弊 也就是说 要构成一个弊案来讲 他 你是说这个东西 要构成弊案 看起来是没有太大优因 因为最主要是说 我是不懂 检察官可能会想办 我不懂花卉也不懂这个 种菜 不过大家粗浅的知道 像以空心菜来讲 空心菜是蛮好种的 有一些东西 像九层塔是蛮好种的 因为像在乡下 九层塔这一类的 其实我们去摘一摘 就直接种到土里面 大概就能活了 所以他在那个取得的 那个成本上面 大概不会太高 诸如此类的 就是刚才理事长讲的 他的苗的部分不会太高 麻烦的是你后面 要他做的这些事情 你要他做的这些事情 然后要保证 他这六个月都完好 跟他原本的长相一样 男的应该是这个部分 那这部分的价值 这样子算贵吗 保活就是说 如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死掉了 他要无条件更换 那养护就是说 因为一般他保活跟养护是放在一起的 养护的费用就是指说 他在种植之后 这个值在所有的修剪 然后如果他上面有虫 他就要除虫 如果他的叶子有黄 他就要拔 所以他是要负责 所有这个区块内 浇水这一类的事情 都是他要负责就是的 全是他要负责的 就是保活跟养护的费用在里面 这个九层塔要如何保活 这个江先生也有教我们